蒜頭的價格真的是飆了天 炸了連蛋影響到餐飲業者 我們實際走一遭 像家裔這邊已經有不少的小吃店 把免費提供的蒜泥炸水 提供給顧客使用 好 也有知名的火鍋店業者 Hold不住了 人痛把招牌菜 蒜片 牛排撒炸 這碗碗的蒜頭 老闆娘用料不手軟 150克的蒜片 在油鍋裡炸得金黃厚 直接蓋在用大火炒過的溫體牛 自家招牌菜色大功告成 吃這個味道 加這個蒜頭真的是很配 蒜片搭上牛肉 一口吃下去 老饕好滿足 老闆說這道蒜片牛肉 每天至少賣出20盤 但現在緊急下架 最近就是更誇張 因為已經一斤漲到330 所以成本這樣子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一斤大概就是炒 蒜片牛肉大概只能炒4到5盤而已 售價200元的蒜片牛肉 光是蒜頭價格就要75塊 牛肉90到100元 加一加成本價值逼售價 也難怪老闆說 每賣一盤就虧一盤 而面對蒜頭價格上漲 各小吃店業者也紛紛出招應變 把免費提供的蒜泥加水稀釋 碗粿店老闆請客人多包含 沒關係啊 體諒一下 不過加多一點也可以啦 可以補過去 很好吃 就怕沒了蒜客人吃了覺得不對味 小吃店業者硬撐 撐不下去的就乾脆把蒜頭換成薑片 蒜頭是大腸包小腸的靈魂 但是現在少了靈魂 就感覺少了一半的好吃的感覺 不過現在蒜頭那麼貴 薑也不錯啦 蒜頭價格貴桑桑 要怎麼留住這位餐廳業者 傷透腦筋 記得張中文嘉義報導 發北風 在犯關火 冠湯 二 一次 那